現在半夜都不用睡覺嗎 凌晨兩點半 西美市三重街頭 幾乎舉勝超商燈火通明 有年輕人三五全群 但陣仗不只有這樣 加一加十幾二十台改裝機車 似乎蠢蠢欲動 每天晚上大概都會有十幾台 然後大概就時間一到 他們就可能一起油門吹著就離開了 那真的是 油門真的會突然讓你驚醒 有民眾指控在三重的永安北路 大半夜經常有標載聚集 一路是從機車精品店 延伸到超商外面 一次都十幾二十台 而且都會佔據半個車道 大陣仗難道是標載嗎 機車精品店老闆卻是一臉無奈 他們經過的店家 他們都會故意拉轉速 這種東西是我沒辦法避免 因為我也不認識他 但投訴民眾說 三重一代總是有成群結隊的青少年 機車噪音聲響擾民 甚至高速四串 難道是警分局青春專案破功 究竟三重有沒有標車組 五六個 十來個左右吧 有個嗎 應該是滿快的吧 我只覺得很大聲而已 大白天總沒有了吧 但沒想到題外道還有更精彩的 騎士耍特技 躺在機車上也能騎 把馬路當成花式表演場地 旁邊大斜坡 直接把機車當滑板 難道就是看準光天花日之下 題外道反而沒警察 新聞是三重 從去年十一月份開始 每週一到週四 零點到六點 以及週五到週日 提早到晚上十點開始 都是他們的重點防標勤務時段 但是那白天呢 三重題外變道 卻變成了機車騎士的炫技場 就是危險駕車 或是標車的情形 就是有的話 我們就會積極做查處 但報警真的有用嗎 有報警 應該是沒有辦法吧 對啊 我們就用過去啊 不是沒互報就代表沒發聲 看來三重分局 暑期防標還得再加加油 才能讓人安心 記者劉亮亨 何慧榮 新媒體報道 好